对美方有关中美两军沟通的原论 我想指出的是 中方重视发展中美两军关系 两军的接触交流并没重担 当前中美两军关系面临的困难 责任在美方 因为美方一系列的错误原型 没有为两军沟通降流 创造条件 营造范围 沟通应当是良性的 基于相互尊重的 但美方一边呼吁要沟通交流 一边在审害中方利益关切 一边声称要加强危机管控 一边又不但挑衅事项 事实上没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登出美方 认真反思 纠正错误 切实珍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以实际行动为两军交往 扫出障碍 推动两军关系 重回正轨 各位记者朋友 相会是讨论安全的平台 不是鼓噬 不是鼓噪霸权的秀场 我们此次参会 是为和平而来 为发展而来 为合作而来 而美方 明显是为宣扬 领导地位而来 为抹黑打压他人而来 为维护自身霸权而来 在此 我想送美方三句话 领导不是霸权 地位起决作为 行动胜于空谈 当今世界 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和平发展 合作 共赢的时代潮流 不可逆转 相信坚持战略自主 追求和平发展的国家 不会随美起舞 重走阵营对抗的老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